以军连夜攻入袈裟,新特种部队锁定哈马斯精锐 中俄密谈什么?大冲突在即,台海战争是中共最密服 台湾众叛社共迭京官王阳鼓劳,以军中举报奖励 高官求日本老友多提供工作,今年失业率数字惊人 这没钱了,地方政府逼迫富翁上缴五分之一资产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我是美玲 以色列日前发动对哈马斯的夜间突袭,这也是目前对加沙最大的一次地面攻击 以色列还组建一支特种部队,专门打击参与7号屠杀以色列人的哈马斯特种部队 26日,以色列军方对外表示,周晚出动了步兵和坦克车 连夜在加沙北部地区对哈马斯的多个目标进行袭击,然后迅速撤离 从以色列国防军发布的夜间行动视频显示 以色列装甲车开过边境,一辆推土机正把部分突击的河岸移为平地 坦克向哈马斯发射炮弹攻击 以色列也在声明中表示,警队打击了多个哈马斯恐怖分子和基础设施 而哈马斯的反坦克导弹发射基地也遭到袭击 据悉,尼军的这次快速行动是到目前为止对加沙最大规模的一次地面进攻 也是为以哈战争的下一阶段做准备 即以色列将对加沙发动全面的地面进攻 华尔街日报25日引述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说法 以色列已经同意美国提出的要求 把地面战发动的日期延后 给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更多的时间 在该地紧急部署飞弹防御系统,保护当地美军 据悉,美国正在中东驻地部署将近12个防空系统 以色列在加减备战同时,也在25日开启了四线作战 以色列国防军继续袭击哈马斯分子 也继续攻击北方的尼巴嫩真主党 还分别向约旦河西岸和叙利亚的目标发射导弹 26日,据参考消息报道 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也在组建名为尼利的特征部队 打击目标被称为是精力部队的哈马斯特征部队 该部队曾参加10月7日对以色列的大屠杀 据悉,尼利现在已经掌握了所有涉案的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性命和照片 对于尼利来说,最有难度的就是如何能够深入哈马斯的地道网络 据说,该地道网络大约长达500公里,有1300条地道组成 有些人质就被劫持到地道里 有些哈马斯领导人也可能藏在这里 中国在一带一路峰会密谈的内容受到关注 有分析认为,当今世界面临一场即将爆发的大冲突 但台海战争开始之日也将成为中共的垮台的倒计时 美国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直言 中共国、俄罗斯和伊朗已经形成新的邪恶轴心 从很多地方来说,今天的世界比我一生中面临的威胁更加严重 这表明,西方民主自由对阵共产主义两个联盟已经形成 为此,联奥法学家袁洪斌在《经营论坛》节目上分析说 他认为,这场冲突已经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事 因为中共胆魁习近平掌握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能量 不要推行共产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 他想通过发动台海战争 把家门口作为和美国进行世界决战的战场 所以,前些天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上密谈 一个重点就是,从战略角度讨论,怎么能够取代美国 让中俄成为国际法的立法者 他推断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中共如何能够通过朝鲜 假承朝鲜给俄罗斯输出军火 使俄罗斯在俄欧战场上处于不败之地 第二个问题应该就是,怎么能够进一步加强中俄的经济联系 一起来对抗国际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利用哈马斯和以色列的程度 让美国在中东进一步处在被动状态 怎样强化叙利亚、伊朗、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和中共的联系 此外,习近平和普京一定会讨论的重点就是 中共发动台海战争以后 俄罗斯怎样保证石油和天然气成为中共战事能源的可靠后方 袁洪斌分析说,现在的国际局势已经到了黑云压城城与崔的危险程度 一次世纪大战就要爆发 但不会是中东,因为哈马斯、以色列和俄乌战争都不足以造成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影响 唯一能够给人类带来大战争劫难的就是中共暴政 他也表示,自由世界一定会胜利 因为习近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周围的官员基本都是两面人 对他绝对不忠诚 习近平亲自提拔的秦刚和李尚福等人受到整肃 说明中共政权就像被白蚁掏空的剑柱一样 一阵巨大震动就将导致他垮台 而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之日就是中共末日倒计时的开始之时 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上校刘胜术因涉嫌吸收6名军官单供碟 日前被重磅20年徒刑 而台湾现在出重手就是为了起到嚇阻作用 也有人提议说,应该定立军中举报和奖励的办法防止供碟案 在2013年,台湾空军退役上校刘胜术到中国大陆经商 被中共吸收为间谍 中共要求他回台发展工业组织 刘胜术回台以后,听从中共吩咐 截至到2021年,共吸收了6名现退役的海空军官 交付台湾的军事机密文件 并且专门成立了空壳公司 以此来掩护总资金流 只要这些人愿意把机密文件交给中共 每份资料就可根据机密程度和重要性来换取几万或几十万的报酬 其中,一名孙姓空军中校因为欠下计额赌债而被刘胜舍盯上,并被吸收 而孙姓中校竟然还把妻子刘姓少校也拉上一起刺探情报 他妻子用制作计划和教材等接口向下属索要军中的机密文件换取报酬 孙姓中校提前退役后,还继续向刘胜术交了十多份的军事情报 他们夫妻二人靠出卖情报大概赚取了上百万元 25日,台湾高等法院高刑分院对刘胜术重判二十年徒刑 孙姓中校被判十九年半 妻子刘姓少校被判二十年半徒刑 这也是今年来台湾念涉嫌供敌案被判刑罪证的案例 其他几名军官也被判刑三年半,两年徒刑不等 26日,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 这几人被重判,的确会有嚇阻效果 因为国勋在这方面也不断地从宣传或查考等渠道做努力 甚至在他任国防部长后,每次退伍人员离开经营前 邱国正都会强调说 各位离开军中后,不要受到任何的蛊惑和诱惑 或因为点小便宜,就回到部队找从前的同仁 这都是不厚道的 前台湾海军陆战队弹扣组教官彭杰申表示 中华民国的国军从将官到士兵都有涉及共敌的案例 这显示出,现在国军已经被中共渗透得非常严重 所以,只要涉及到了共敌案 经过判刑确定罪名以后 就应该没收和嘴角从违法那天开始的全部退休给予 彭杰申也建议说 台湾国防部应该定立金钟举报和防供碟的奖励办法 并把举报看作是作战有功,颁奖励金 继攻并优先升迁 这样的话,重赏之下必有勇服 对台湾防止供碟渗透国军很有帮助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到底有多糟 日前传出,某高官竟然请求他的日本老朋友 帮助安排自己所在地的年轻人到日本工作 有知情人士推断说 中国青年失业率恐超过40% 26日,日本社论作家钟泽克尔在日经亚洲撰文提到 近日,中国某地方政府的一名高官 对一名日本老朋友请求说 希望日本能从我所在地区接受更多的技术式牺牲 哪怕只增加一点点 据悉,这名官员所在地的经济持续下滑 如果他的要求能够得到日本方面的满足 那么该地的青年失业率就能下降 而这名官员也能增加点政绩 甚至因此获得晋升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青年失业率的严重程度 而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 也反映在中国年轻人在日本的不同经历上 文章披露 去日本关东一家日语学校老板说 从前从中国城市来的实习生 每个月可以从父母那里拿到充足的钱 来支付学费和房租 但是现在,中国学生一到日本就开始找兼职 因为家里已经拿不出多少钱给他们了 还有很多中国农村的失业年轻人 也都选择到日本 有的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还有不少成了技术实习生 今年6月,中共官方经过修饰的数据显示 中国青年失业率是21.3% 有中国某名牌大学的知情人士向宗泽克尔表示 湖北省和周边地区的人认为 青年失业率实际上可能是官方数据的两倍 即中国青年失业率可能已经超过 甚至超过了40% 这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解决不了起码的生活问题 对于中共政权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动荡隐患 因此文章指出 控制青年失业率的急剧上升 已成为中共的耽误之急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中国富翁都在想办法外逃 这也促使地下潜装发展 而中共地方政府既然通过银行查账 逼迫资产在3000万以上的富人 交出20%的财产 不然就差税 最近,曾获普利斯新闻讲的纽约克 前著中记者欧宇文撰文指出 中国官员纷纷被消失 外企纷纷撤离中国 而且年轻人也都选择躺平 让中共国进入经济萎靡的时代 但该要引发外界关注的却是 一名上海工厂的老板爆料说 在中国经济不断恶化的情况之下 中国地方政府竟然忙着通过银行清查 用3000万人民币以上的流动资产的富人 要求他们自动上交20%的财产 不然就进行所谓的全面查税 大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虽然外界现在还无法得知该消息的真假 但文章也提及 仅在2022年就有上万名中国富豪外逃 让中国成为全球高精致人士流出最多的国家 一名中国企业家说出了富人们的心里话 如果你是那个0.01% 那么你就会试图逃离 该文表示 中国经济停滞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峻 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的中国欧盟商会 荣誉会长伍德克 意味深长地说 中国总有东山再起的故事 但却不是现在 他指出 必须有人告诉美国人 中共国将超越他们的想法已经结束了 习近平搞砸了这场竞赛 中国富人纷纷选择外逃 而这种趋势也不局限在富人的签子里 今年8月 据房地产资讯公司GYIQI通路 预计未来两年 较超过70万的中国人选择离开中国 而且移民一词已经变成了中国人的热搜词 10月18号这一天 中国微信平台突然爆发移民搜索潮 出现海量和移民有关的文章和视频 瞬间GYI移民一词飙升了1156% 达到5.1亿的经典设计 这说明中国现在是人心思变 想走的人大有人在 但中国严格限制资金外流 彭博社此前曾报道说 从中国合法外移现金的机会十分的有限 地下浅庄就起到了这个作用 虽然还无法掌握具体数字和规模 但中国方面自己释放出的消息 也能让人感受到中国地下浅庄的巨大规模 早在2021年 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公开表示 在甘肃省的调查当中 意外发现一项涉及到756亿元的行动 这些资金被分散到 5个地下钱庄组织的网络里 而这些组织竟然动用了 20多个省的8000多个银行账户 来进行资金运转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见